邝铭杰当年以城市少女红遍全台湾 出道至今多年 仍然以动名外貌和娇好身材 闯荡演圈 主持戏剧都有不错的成绩 被网友封为美魔女 原本抱持着不婚主义的她 后来却嫁给了刘继军 不久前她也爆出了结婚的内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985年 邝铭杰与黄雅民 《唐玫瑰》组成台湾版的 开心少女组出世提升 《唐玫瑰》推出演圈后 《宝丽金》唱片把开心少女 重组成城市少女 结合美式涂鸦风格 极致是动感俏丽 发行了七卷专辑 城市少女的曲风大部分是快乐 青春又动感的舞曲 在1980年代末期 是当时台湾最红的少女组合 邝铭杰舞一精湛 黄雅敏歌喉甜美 两人搭配舞剑 城市少女除了唱歌 亦参与许多台湾电影 及广告的演出 他们的许多歌曲 都是广告及电影的搭配歌曲 基于求新求变 也可能在合作的过程中 经常传出两人私价不合 1990年 《宝丽金》唱片发行了 《城市少女不见不散》后 正式宣布城市少女 拆伙单非发展 专辑中的慢歌紧紧相细 歌词旋律动人忧愁 到处两人分离时不舍得心静 此情静让毕业生感同身受 因而成为毕业期间 最热门的歌曲 在《城市少女》解散后 旷明节于1991年底 推出了一张模仿 珍娜·杰克森的 个人舞曲专辑《夜行天使》 为了转变城市少女 时期的形象 《夜行天使》造型 走成熟美艳动感路线 寂寞男孩一曲改编日本 敬腾真艳的舞曲 《Dancey Bob》 放逐你的心 取封为冷酷强劲的军事舞曲 因此成为 终是八点当连续剧《展观好片头曲》 我停不下来专辑中的 中版节奏蓝调 MV还大手笔 远赴纽西兰取景 当时的邝明杰和蓝星妹 同为台湾歌坛中 舞技高超的女歌手 不过开始钟情与演戏的邝明杰 在个人专辑推出一年多后 退出歌坛 专心在台湾演圈 戏剧及主持界发展 由于邝明杰过往偶像红歌手的身份 一直没有被观众忘记 邝明杰不时仍会在歌在舞 在各大综艺节目演唱出 许多当年经典的歌曲 2011年 由于先前演出大爱剧场 路边董事长的女主角 因而演唱了 该剧片尾曲《腾希》 此曲也由 喜马拉雅音乐收录在 《大爱人间六腾希》 电视员生代理 2013年 邝明杰更受邀美国加州华人区域 举办了两场大爱感恩音乐会 除了邝明杰的歌曲 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 他的感情生活了 关于邝明杰的恋情 最让人熟知的就是 和《妥宗康》的那一段了 邝明杰曾大方承认 和《妥宗康》的恋情 是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段 因为我们在最爱对方的时候 被压力逼地分手 举系此前 国光邦连续在中天 《康希》来了创下高收时 为了录制《除夕特别节目》 一口气请来李志希 李志祺 孙鹏 冯光荣 邵心 《妥宗康》和邝明杰 互报对方求学时代的求势 孙鹏说 邝明杰曾经闪过 《妥宗康》一巴掌 因为他到小康租的套房里 看到小康跟一个女生 光溜溜地躺在床上 邝明杰一听却眼眠大叫 最后才不好意思地坦诚说 躺在床上的是我 不过我没有光溜溜地 只是在睡觉而已 不止学妹打了小康一巴掌 我也打了她一巴掌 因为这时我才知道我是第三者 《妥宗康》和邝明杰 这段两年多的恋情走得很辛苦 《妥宗康》表示 当时他家人全都把他之前 交往的学妹当未来老婆看待 所以不能接受邝明杰 甚至连哥哥 《妥宗康》都在学校放话 只要见到两人在一起 就通报他 但《妥宗康》在台风天 从台北到桃园 去陪家中淹水的邝明杰 放学送邝明杰回家后 在楼下守到隔天早上的浪漫举动 让两人在无奈地分手后 仍然还能做回好朋友 国光异校时期的邝明杰 据孙鹏形容 是个稳静可爱的女孩 讲话还有点大舌头 绍欣也说 她一入学 我们班有一半的男生都想追她 曾经暗恋过孙鹏的邝明杰 也抱出她被孙鹏利用 来弃女友的往事 绍欣还说 冯光荣曾经谎称 女友子宫发言 向全班同学 每人各界五百元 最后却见到 她穿了双新皮鞋 结果冯光荣听了 却指天发誓喊冤 同时冯光荣为了证明自己 在学校魅力无穷 骄傲地说 有一次我见到好几个女生 会偷看我洗澡 只顾妥宗康却冷冷地订回去 是那阵子闹鬼闹的凶把 并逢光荣为之气节 这样的糗事 也只有关系好的人 才能报出来 青春的记忆 终将成为过去 而年少时的记动 也早已经随风而逝 后来的邝明杰也遇到了 与她相守一辈子的人 刘继军 刘继军与邝明杰交往多年 最终于2011年7月4日结婚 邝明杰嫁给老公后 原本也希望可以生个一儿半女 然而因为45岁才开始努力 已经属于高龄产妇 竟然她的体质问题 便临到难以受孕的状况 球子心切的她 开始打排卵针 调整体质 谁知道因为长期施打 引发内分泌失调 除了健康出了问题 体重也直线飙升 刘继军心疼老婆 为了球子备受煎熬 苦劝她放弃 邝明杰最后也认真思考 认为自己现阶段 其实没有这么想要自己的孩子 将人对继子们视如己出 觉得不如把时间放在孩子们 家人身上 便暂时作罢 但球子的心愿 却偷偷地藏在心中 直到有一天 邝明杰和工作人员 到庙宇参拜 求事业顺利 没想到被好友们立功 要他求神 赐给他一子 他当时一求 就得到两个圣交 开心得不得了 但没想到第三交 怎么样都没有 任他直呼 不是求不求得到的问题 是面子问题 邝明杰说 后来妙宇置功建设 要他改变问题 问看看是不是调整体质 就能够成功求子 果然就得到三个圣交 他表示曾经 找命理事算过 说他会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但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老公要不要生 当时他也透露 目前求子一年多 对有没有生孩子 顺其自然 毕竟现在和老公 弟子们的生活 相当幸福 就算明天走了 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虽然已经很幸福了 但是如果能够 有自己的孩子 应该会很开心 希望邝明杰 能够早日造人成功 和老公拥有爱的结晶 但他们也曾有过冲突 此前邝明杰出席新戏 南国小太阳开播记者会 邝明杰分享了 其实自己原本有不婚主义的想法 邝明杰表示 我以前看到做父母太辛苦 每天一大早 脚踏车 摩托车或走路送小孩来幼儿园 家长都是急忙去上班 下午五点后 电话一直会想说要加班 晚点来接小孩也很焦虑 老师又怕他们肚子饿 工作家庭两头烧的情况 邝明杰说 家长接小孩时 一直向老师说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下次不会这样 他们在路程中焦急心情 万一在路上出状况怎么办 因此邝明杰谈道 我觉得责任太大 我看到这些东西 可能便比较早熟一点 我这辈子不享受这些苦 所以那个时候不想要结婚 所以还笃定说 我跟另一半在一起一辈子 当我们两个哪一天 谁要走的时候 我们来签结婚证书 代表我这辈子 有跟他结过婚 直到遇到老公刘继军之后 自己的想法才发生转变 开始想要结婚 而他和老公刘继军结婚多年 过去也曾在节目中 曝光点头嫁给对方的原因 经报自己恐离癌 而刘继军为了他 忍痛插尿道检查 连医师都直呼 两人是真爱 据西邝明杰过去 有次去做妇科检查 没想到做完没多久 诊所便打来 要他快点再回去 称他的人类乳兔病毒指数 超出很多 很可能有子宫癌 要赶快回去检查 索性检查完 没有癌变征兆 但医师直言 这种病毒传染途径很多 夫妻生活也是一种方式 要求男友也来检查 医师说 因为这种细菌 在男生身上也会有 但在男生身上不会发病 在女生身上会 如果治疗好后 可能会交叉感染 结果刘继军 欣然同意去检查 只是去了以后 邝明杰听到对方在里面 一阵大叫说很痛 原来必须从男生尿道插进去 才检体出来 医师事后对邝明杰表示 你这个男友真的很好 你应该要嫁给他 因为我的病人里 就算结婚的 十个人里只有两个老公 会为老婆做这种检查 这个人很值得信任 而且医师透露 刘继军去检查时 也帮忙问了很多 邝明杰没想到的相关问题 认为对方很爱惜他的身体 邝明杰还提到 他和老公刘继军 在一起多年 两人最大冲突 邝明杰说 在他之前 我的两段感情 都和对方在一起十年 我扮演女强人 工作都靠我 我只去男生照顾 回到家帮准备吃喝就好 此外 邝明杰透露 但后来跟季军哥交往 前面我想当公主 皇后 我说的算 做错事不会说对不起 第一年两人常吵架 吃惊不少苦头 没想到 刘继军还反教育说 想当公主自己去当 我不是你的国王 邝明杰坦言 就因这句话把我气走 我飞到美国后 重新思考 调整 回台湾后 我就放下许多事 尽限减少相处上的摩擦了 夫妻之间相处 本就应该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只有这样婚姻才能长久 家庭才能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